大家好,今天再聊几件最近两天发生的事儿 第一件事儿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个叫做墨茶 其实是一个小孩儿吧,还不到20岁 他也是没什么正当的职业的 但是他在中国的一个视频网站上做个播主 也是经常在网上发一些自己的视频什么的 但是基本上属于大部分的默默无闻中间的一位 然后他很孤独的就死去了 这位他死去之后这个事情就非常震撼 为什么震撼呢?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很赤贫的人 他可以说是贫病交加当中死去的 你作为一个20岁还不到的一个年轻人 应该说叫做什么?叫做遭阳 原来毛泽东说过呢,你们是中国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遭阳居然有严重得了癌症 然后呢,这个癌症也不是说像那种致命的致不了的 他根本就没钱去治 第二呢,他还有严重的糖尿病 这些疾病都是长期的贫困和就是长期的这种非常艰苦的这种生活 非常困难的生活造成的 那然后呢,在去年年底 2020年年底 正好好像12、32、31号去世了 他留下了几篇他自己的动态还有那些视频啊什么的 他那些动态都写得蛮可怜的 比如说他吃不起草莓,很想吃草莓等等啊 他还想在冬至的时候吃一顿饺子等等也没吃成啊 他也就是吃,他就秀了自己买了一个电饭锅 秀了自己吃的一包方便面用的电饭博主的方便面 也就是非常非常穷 让你觉得,当他做了这个工作呢也是挺时髦的 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博主 让你觉得这样,就是你简直难以相信这种赤品 他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然后这病到最后的时候 在年末马上要到新年前的时候 孤独的,孤独的在出租房里死去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 你说是一个卖火财的小女孩的 安徒生的童话,那是童话故事 当时觉得多可怜啊,那个小女孩 花出一个火柴,然后自己就冻死了 他在火柴里面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那个圣诞晚餐 看到自己的奶奶,看到那样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墨茶的这个年轻人 他在最后凭病交加 自己在出租屋里面死去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什么 但这个就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卖火柴的小女孩 也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的新年年夜 你看这个就是现实生活中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女孩 那个是安徒生编的一个童话 他有可能有他的原型 但他的确是一个童话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故事 他有可能是阿远 他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件事情闹得有很大的反响 很可怜 但是这个马上 这些中国的那些媒体 那些媒体当然就是宣传机器 他没有什么良心可言的 那些都是被操纵的喉舌了 出来就把这个男孩 要把他塑造成什么样的 塑造成要么就是不努力 要么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要么就是也做过什么其他的坏事 借着钱不还 什么这样的 或者他的父亲没有尽到他父亲的职责 等等用这种方面 但无论如何 无论怎么 他们去扭曲这件事情 都无法改变 这么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 得了严重的疾病 孤独的死去的真意 这样一个现实 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到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强国 他的生产力和他的财富 已经足够到 你看中国人到国外来 随便乱买 拿着现金买别人的房子 买下全世界的豪气 他们已经足够到了 有这个能力让这些人吃饱饭 但有人居然就吃不饱饭 买药是一片片的买 就买点药 看不起病 就是这种赤品 这让我想起什么呢 想起前两年那的杨改兰 杨改兰在甘肃的那个 穷得一塌糊涂 自己把自己的孩子杀死 然后她丈夫回来 看她自己杀死了之后 她自杀了 一家人灭门 自杀灭门 这个是全球放在哪个国家 可以说是几千年都是属于最惨的事情之一 那杨改兰那件事 那就类似那件事 那家里面穷的 土炕上 可能连一床残破的完整的被子都没有 那都不是人过的生活 人不应该过得这么这么惨 我们用我们的劳动 我们去劳动 我们怎么着都会过得体面 就算是我们不劳动 我们缺乏劳动能力 那这个社会稍微帮助一下 也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看很多人浪费很多东西 财富非常的多 连这些人都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那就说明这个社会 这个制度病了 这个制度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 这个墨查的事件 但是 这个事件揭示了什么呢 这个事件揭示了这个社会当中有 你别看中国那个社会 灯红酒绿 把它故意造出来像灯红酒绿 但实际上 就像那个地毯 你揭开底下全是垃圾 底下全是不可示人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社会是病了 而且这个社会 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他的真实的状况 你只要拿出来 放在阳光之下 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他 不巧 展现在阳光之下 我们之所以知道墨查这个人 是因为他 在这个网上做直播 他和互联网有联系 我们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是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死掉了 谁也不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看到 我们一巷子里面 有人打在那死了 有主席放在 就打着身上 这是我小时候亲爱看见的 我小时候还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那个无家可贵 烂的身上穿着的衣服 他连水龙头都找不到 去洗脸 就拿着那个 一个臭水塘子 一个小水塘 里面的脏水 就是路边的脏水 用那脏水 抹一抹自己的眼睛 我这个一辈子都记得 那样的人 他死去了 都不会有人知道的 就是也不会有人去帮助他们 也没有人帮助他们 所以这真正的社会的 揭示的这些真实 拿到阳光下看 就是这样 好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中国现在疫情不容易起 东北那边 有个地方 一个城市叫通化 通化的那个 比较严重 它的那个 所以呢 它就 它就封城封的特厉害 一封了就把 就是每家每户都封了 然后就说 40万的人 城市 他配了800个配送员 当然 好像这个 新闻里面 就是有些分析说 他实际上这些配送员 也没有全额足额的上岗 那很多人他 再说 够不够不知道 他那个 那那个 有很多人 累都累倒了 他也没办法送上 因为其他人 全部封在房间里 不能出来 然后呢 很多人就没娘吃了 原来家里面没有的 甚至没药啊 家里面看不成病啊 你说在家里面 有人就发 在网上发帖子 就说要饿死了 这种情况下 但是我 我的感觉就是 你40万人 被人封在里面 好多人吃不上饭了 现在出现人道危机了 你们不敢把门 踢开自己出来吗 一家人全 你号召一栋楼的人 全部出来 我就要去买东西 我要饿死了 你可以 你可以封城 可以把我们 封在房间里 但是你要提供吃的 你没吃的 你要把我们饿死在这儿吗 感觉就是说 你只要不是得新冠 COVID 你只要不是得COVID 给他们造成疫情 有可能会传染 你什么饿死了 你因为其他病 得不到治疗 在家里面心脏灭死了 这也没人管 那些不算 所以当 这个叫什么 这些人就特别顺了 就是 就自己的利益 你总有个底线 你说是不是 你说封城可以 把人封在家里面可以 但是基本生存条件 没有这些生存条件 你肯定不干 你怎么知道 你要维护一下 自己的底线 那那羚羊 那个斑马 要被狮子吃之前 他也会踢羊脚 他也会到处奔跑 挣扎到最后一分钟 你要杀一头猪 他也会挣扎 你要被饿死了 你也不会挣扎一下吗 你怎么挣扎 你把门打开 踢门出来呗 怎么着 坐监狱就挂监狱 大家这么能做 你四十万人 你都这么做 他就不会 他就不敢这样乱整 他就肯定会考虑到 你们的要求 你们一点都 你们只敢在网上 发发牢骚 自己一点 到了自己就是 生存的边缘 都不敢就出来抗争一下 那你就别怪他们 把你们挂在那边饿死 你说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非常 让人觉得非常痛惜 他中国这种非常严厉的 严厉的抗议的模式 以后我单独来评价一下 这种模式的好坏 但是就这件事情来说 你这一刀切下去 你这种粗暴的 这种行政方式的时候 你绝对是有后果 你谁在承担这个后果 你承担后果 你难道不想 含无小自己的利益吗 那对比一下 澳洲 我们经历了三次疫情 三次 中国才经历 两次都没经历完成 中国才一次多一点 我们经历了三次疫情 从来没有过 在最严重 摩尔本当时最严重的时候 也允许大家去超市买东西 超市也要供应 也要敞开供应的 所以 而且不光是允许你超市买东西 你还可以出去跑步 你还可以锻炼 你下楼出门是可以的 当然你不能去访金会友 你出门 你肯定有这样那样的要求 你不能走得太远 你不能开车出去玩 那是不行的 但你在周围活动下 那这是基本人权 还有呢 我看到另外一些视频 说这个北京的那个 在集中检验 也是因为新冠 就是大家开始 现在什么钢势子 就是来检测 排着长队 其他东西也是这样 一下子大家挤着 人挤人在那排队 排出几公里远 你说这种情况 它最搞得是什么 你这个抗议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要社交距离 也不能聚集 虽然在室外 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 大家之间有一米五两米距离吗 没有 还是人靠人 虽然戴着口罩 但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有感染 那很容易传给别的人 这个不是 这是什么管理模式 就是说 反正这些现象看的 然后呢 这些看的是觉得 这个小人物 中国的这些小人物 其实你包括这个 这个墨茶 包括这个通话的这些 这些挨饿被饿的 这些人 这些属于都是底层 他们呢 其实有一种底层的悲剧 他们被人 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权利 他们被人拿捏的太厉害了 相对比呢 另外 相对比 和这两个新闻相对比呢 另外一个 我看了一个花边新闻 就是说一个网络的游戏的 新贵 他可能搞一个公司 装了搞一个网络游戏的 很有潜力 这男的也不到三十岁 他公开的招这个女伴 他生小孩 他自己招 然后有什么什么的要求 当然他肯定会招很多个了 然后他贴出一张 他目前有一个女伴 生了三个小孩之后的照片 那他不会结婚的 他只是和你生小孩 为自己传统结代 那这样的人 他可能会找 十几个二十个 谁知道 他可以生上 生上一两百个 后代都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但你就会发现 中国你差了 那我就会发现 我就会说 在澳洲有这样的状况吗 澳洲也有很多富人 澳洲那些富的人也很有钱 也有一定的贫富差距 虽然这个贫富差距不是 不是说那么天啊 澳洲是个贫富差距不是特别大 但还是有贫富差距 那些亿万富翁和一般的老百姓之间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那美国也是这样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那样的社会 莫多克这样的也没有说 我公开招一大堆女友 生几百个小孩 莫多克也是明媚正确 他有几个老婆 他有几个小孩清清楚楚的 那为什么中国就是这么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网络的新贵 他也是什么人 他也不是什么人 但我不知道他老爹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肯定是很有钱的 但他在中国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那中国的老百姓 那些穷的底层的人 没有丝毫的反制手段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中国的穷人 就活得连个自尊都没有了 只有这些穷人就是活得 就是完全没有基本的尊严 他在国外你穷人 他也可以过穷人生活 穷人也可以开车 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 也有自己的房子买着 假的说 你清洁工他也可以 甚至买一两套都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他和富人之间的区别 就是你开很贵的车 我开便宜点车 你住很贵的豪宅 我住的便宜点的房子 但是我们去同样的超市 我是穷人的话 我也过得非常体面的生活 我吃穿不愁 我的生存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中国穷人就缺乏这个自尊 就缺乏这个最基本底线 他们一穷了之后 他们最体面的生活就过不了了 他就过不了体面生活 他就过非常不体面的生活 所以这个有钱人 他可以越来越有钱 他可以攫取你所有的资源 包括这些性资源 他把这些女的全部 攫取到手里面去 中国我知道的有几个 有几个也都是 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的 这些知识分子 咱们说知识分子 一流大学毕业生 当然还没发财 但属于中成 就是说中产 还没结婚 结婚不了 他们当然很 中国那么多甚男甚女 其实大家都是因为 你要找个穷的 你就没有尊严的活动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找别人 你怕找这个负担 但如果他要去当别人的三奶四奶 他愿意跟人生 生很多小孩 他是可以去的 所以富人拥有一切在中国 穷人什么都没有 你连体面的生活都过不了 这个社会已经病态到了 一种变态的地步 你说我把这刚才说的 这三个新闻中文在一起 好 那这个今天就说到这 咱们体会体会这三个新闻 说明了什么吧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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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